好听的故事 嘿 嗨小朋友们 早安午安晚安 我是小米老师 又到了我们好听的故事时间 今天要讲到的 也是很熟悉的故事之一 就是摊子的四个朋友 摊子的四个朋友 耶稣跟我们到了一个地方 叫做加百农 他们因为到处的行神迹奇事 生病的就得着一致 那个心里忧伤的就得着喜乐 甚至连死人都不活 各样的神迹奇事跟随他们 所以他们每到一处传福音 就好多好人拥挤 要去看耶稣 而那天他们来到了加百农 一样进了一个人家里 一个屋子里面 耶稣在那边传扬神火的福音 哇里里外外挤了超多 超多人连窗户上面都坐着了 这时候呢 有一个人他听见了这个好消息 他就跑回去告诉他朋友 因为他朋友是个摊子 什么是摊子呢 摊子就是腿不能行走 他必须躺卧在床上 不能动叫做摊子 他跑回去告诉他朋友说 耶稣来了耶 你的病有救了 这时候这个摊子也非常的开心 问题来了 他是摊子耶 他没办法走路 他要怎么去到那里去呢 他的朋友们很爱他 他有一群好朋友 于是来了四个朋友 就把他放在床单上面 每一个人拉着一脚 就把他抬啊抬啊 抬到那个屋子那边 耶稣所在的地方 结果没想到 他们连门口都进不去 因为太挤了 这时候他没有往上一看 因为那时候的房子都平平的 而且是用茅草或者是那种瓦 是可以掀起来的 于是呢 他们就爬啊爬啊 又辛苦的爬啊爬到了楼顶 接下来呢 他们做什么事 把那个屋顶掀开来 再把他们的朋友 小心翼翼的醉下去 耶稣正在讲话的时候 突然间有人 从天降下来 而耶稣看到了这个人 就为他说 你要什么 他说我希望能得医治 耶稣就叫他拿起他的肚子 起来行走 而他那天就等了医治 他能得医治 除了是上帝的大能 在这故事里面 我们看见的时候 他有一群爱他的朋友 真心爱他的朋友 小朋友们 你们有真心爱你们朋友吗 或者是 你们愿意成为一个真的好朋友 不是只是一起出去玩 不是只是一起吃好吃的东西 而是可以同甘共同 在他有需要的时候 你愿意成为他的祝福和帮助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耶稣是你这样的朋友 你愿意成为这样的朋友吗 耶稣把爱赐给你 小朋友们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第一个 我们领受像耶稣有这么美好的朋友 第二个 我们祷告 我们也能成为一个 乐意帮助别人的好朋友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咯 不要忘记跟着小美老师 一句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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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听我的祷告 公主耶稣的名 我们一起温柔的说 阿们 小朋友们 让我们 有耶稣这位好朋友以外 也祝福每一个小朋友 都能成为别人的好朋友 接下来 我们就要请Emma老师来叫我们画画咯 摊子的故事 我们也可以画出那美好的词画来 祝福小朋友们 拜拜 嗨小朋友 我是Emma老师 我们今天要来一起画画咯 刚才听完小米老师讲摊子的故事 是不是觉得特别有趣 摊子的朋友们 把行动不便的它从屋顶坠下去 而今天我们要来做爬升玩具 是利用摩擦的原理 让纸片爬上爬下哦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有 胶带 剪刀 吸管 笔 跟纸 还有最重要的绳子 如果你的绳子越长 你的跑道可以拉的空间就越长 不管可以比照自己的手指截 两截的长度来剪 可以先把八字型的吸管摆好在纸上面 然后再确认可以放得下吸管的范围外 去画你想要画的图形 那老师今天画的是一只大鱼 小朋友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画你自己想要的图形 跟涂上你喜欢的颜色 然后我们沿着图形的外框剪下来 剪下来后我们把图形翻过来背面 把吸管摆成八字型 斜斜的 再利用胶带把它粘紧 再来把绳子穿进吸管里面 然后打结 如果你的线是比较细的 建议可以度打几个结 或者是像老师一样偷吃布 用胶带把结的顶端粘起来 它就会卡住了 光是绳子打结就花了老师好长一段时间 小朋友也可以借有这样子的机会 来训练自己的小手肌肉 当你的结小过于那个吸管的口 就可以像这样胶带把它粘起来 线的另外一头也做重复的动作 这样就完成啦 我们一起来实验看看我们的成果吧 爸爸妈妈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 如果有两副的话就可以一起来做比赛 一下 一些游路线